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绿色补贴的问题在于它们根本不存在 云云 彭博开放亚洲版 据联邦政府称 一名男子以9万美元的计划为虚假房源收取租金 美人霸权来袭印尼 下一个是谁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连续下跌 科技股下滑导致5年来最长的连续下跌 请大家收看 中国绿色补贴的问题在于它们根本不存在 彭博社 中国的清洁能源产品比其他国家的产品更便宜 这导致很多人认为该行业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补贴 然而 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 中国制造的绿色科技之所以价格低廉 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土辽阔和环境目标的推动 这促使制造商进行大规模投资 补贴是许多国家的常见做法 包括美国和欧盟 但除非它们偏袒特定行业 否则不被视为反竞争行为 对中国清洁能源行业的补贴指责 可能会阻碍全球向禁令排放的过渡 世界需要一项政策 区分补贴的良性和恶性使用 并促进相互裁军 语云 彭博开放亚洲版 彭博社 据联邦政府称 一名男子以9万美元的计划为虚假房源收取租金 雅虎 住在弗吉尼亚州普茨茅斯的居民理查德 爱德华 哈迪因涉嫌诈骗近20人近9万美元 而被判入于两年 其中包括虚假房地产租赁 哈迪和他的同谋 在网上发布了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房屋租赁广告 感兴趣的人对骗以为他们需要直接将押金和租金汇给哈迪 而哈迪则将这些资金私吞 检察官表示 哈迪在2020年之前曾因类似犯罪被定罪 美人霸权来袭印尼 下一个是谁 彭博社 亚洲的中央银行正在考虑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支持自己的疲软货币 而不是仅仅依靠精心设计的措辞来表达自己的意图 这是因为美人的强势继续削弱对新兴市场年底走强的预期 风险在于政府可能会反应不足 这可能导致金融不稳定和通胀加剧 印度尼西亚已经采取行动 上周出人意料地提高了利率 这一举措表明 如果货币疲软持续下去 进一步收紧政策是可能的 其他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在考虑类似的措施 福特利润不及预期 解决罢工后撤销了2023年的展望 彭博社 由于成本上升和质量下降 福特汽车公司报告的第三季度盈利低于预期 该公司还撤回了全年展望 福特的调整后每股收益为39美分 地域分析师预期的47美分 然而 该季度的营收达到了438亿美元 超出了预期 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 法利表示 公司正在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以解决成本和质量问题 福特的传统内燃机车型表现良好 但其电动汽车业务称为Model E遇到了困难 福特的商用业务也未达到预期 俄罗斯表示将在各个领域与朝鲜建立密切联系 南华早报 俄罗斯表示计划在各个领域与朝鲜建立密切联系 尽管韩国、日本和美国指责平壤向莫斯科提供武器 俄罗斯驳斥了这些指责 并表示将继续发展与朝鲜的关系 英国国防部还声称 朝鲜在过去几周内向俄罗斯发送了1000多个弹药箱 并有望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外国武器供应商之一 美国及其盟友对朝鲜可能向目前参与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弹药 表示担忧 为什么美国汽车工人罢工拖延成本不断上升 彭博社 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UAW对包括通用汽车GM、福特和斯泰兰蒂斯在内的主要美国汽车制造商的罢工已经进入第六周 目前尚无解决方案 UAW和福特于10月25日达成了一项新的4年8个月合同的初步协议 其中包括创纪录的25%的实薪增加 然而合同的细节仍然未知 包括它是否将涵盖福特计划中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的工人 截至10月26日 这些罢工已经给汽车制造商造成了总计25亿美元的损失 UAW正在寻求加薪、恢复福利以及为制造电动汽车的工人提供良好的工资和福利 工会还要求恢复传统养老金和退休人员医疗保健 并将工作时间从40小时减少到32小时 汽车制造商认为他们需要控制成本以保持竞争力 而UAW则认为在多年的创纪录利润之后 这些公司有能力支付加薪 电动汽车的过渡也是争议的焦点之一 因为它将导致工厂关闭 并影响新的电动汽车工厂的工人的工资和福利 美国可以从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中学到什么 彭博社 最近中国和菲律宾船只在南中国海发生的碰撞事件引发了一场外交争端 双方互相指责 美国提醒中国 菲律宾并不孤单地在这片水域上 乔拜登总统重申了对美国的条约伙伴的支持 然而 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仍然很高 作者建议采取类似澳大利亚的建设性对话和威慑相结合的策略 可能对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强硬行动有效 交易员加大对加拿大2024年降息的压注 因为经济前景疲软 彭博社 根据市场预期 加拿大央行预计将在明年底开始降息 隔夜掉期市场预计到2024年12月 将会有两次25个基点的降息 这种预期转变是在央行下调增长预期 并将隔夜利率维持在5%之后出现的 经济增长放缓和高利率对增长的影响 被视为可能促使降息的因素 与此同时 行长蒂夫麦克莱姆表示 如果通胀按预期放缓 决策者可能不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 中国计划跳过乌克兰会谈 因则连斯基的蓝图遇到困难 彭博社 中国不打算参加本周末在马尔他举行的国家安全顾问会议 届时将有来自55多个国家的官员 讨论乌克兰争取支持其所谓的和平方案 据知情人士透露 遇会者名单包括七国集团 卡塔尔 南非 印度和土耳其等国家 一些国家如巴西和智利预计将通过在线方式参与 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来说 北京的缺席将是令人失望的 他正试图争取国际支持其持久和公正和平蓝图 据知情人士称 乌克兰一直希望在今年晚些时候举办峰会 而让中国加入这一努力被视为至关重要 因为中国是少数几个被认为对俄罗斯的普京 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宇云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几则新闻 首先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关于中国的绿色补贴问题 实际上并不存在 中国的清洁能源产品之所以价格更便宜 主要是由于中国国土广阔和环境目标的推动 这促使制造商进行大规模投资 补贴是许多国家的常见做法 包括美国和欧盟 但除非他们偏袒特定行业 否则不被视为反竞争行为 对中国清洁能源行业的补贴指责 可能会阻碍全球向禁令排放的过渡 我们需要一项政策 区别补贴的良性和恶性使用 并促进相互裁军 接着 有一则有趣的新闻是关于一名男子以虚假房源收取租金的案件 这位居住在弗吉尼亚州普茨茅斯的理查德 爱德华 哈迪被判入狱两年 他和同谋在网上发布了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房屋租赁广告 并骗取了近9万美元的款项 这个案件提醒我们在网上交易时要保持警惕 不要轻易相信不熟悉的人或信息 此外 我们还关注到亚洲的中央银行正在考虑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应对美元的强势 这可能会导致金融不稳定和通胀加剧 印度尼西亚已经出人意料地提高了利率 这表明进一步收紧政策是可能的 其他国家也在考虑类似的措施 这一消息提醒我们 全球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需要关注全球经济的变化 而在加拿大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连续下跌 科技股下滑导致五年来最长的连续下跌 投资者将注意力从成长股转向防御性股票 这种转变是因为人们担心高借贷成本将拖慢经济增长 这提醒我们 投资者在选择投资项目时 需要考虑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此外 福特汽车公司的盈利低于预期 解决罢工后撤销了2023年的展望 福特的盈利低于预期 主要是由于成本上升和品质下降所致 福特正在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以解决这些问题 这提醒我们 在面对困难时 企业需要及时调整和改进自己的经营策略 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最后 我们关注到 俄罗斯表示将在各个领域 与朝鲜建立密切联系 这引起了一些国家的关注 担心朝鲜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弹药 这提醒我们 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我们需要保持警惕 及时应对和解决相关问题 总结来说 今天的新闻涵盖了多个领域的不同议题 这些新闻提醒我们 全球经济和政治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需要保持警惕 及时应对和解决相关问题 同时 我们需要关注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并找到平衡和解决的办法 我期待与各位观众一起讨论这些议题 听听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